防疫期间,大家非必要都尽量宅在家 透过网购宅配生活所需 也使得宅配订单爆量 直接冲击了花冬农产品对外的运输销售 光丰地区农会阿样咕咕咕肉品加工厂 便以专车直送大台北地区 并未受到影响 仿当是因为肉品的需求增加 加工厂和农会超市 订单逆势成长 下午一点半 光丰地区农会供销部 以及阿样咕咕咕肉品加工厂人员 准时上工 赶着完成因为疫情而暴增的订购量 同时更确实落实厂区的防疫工作 我们整个肉品加工厂的作业 从我们作业人员开始 上班前 依照我们中央的相关防疫措施 都有在做量体温 洗手戴口罩等等 我们厂区作业里面 让我们去分区分流的作业 然后很多肉品的部分 也透过一些机械的加工 所以在整个安全上 是没有问题的 厂区分区分流 再加上多数材机械化 因此疫情期间工作生活 兼困时期 肉品加工厂并未停工 让厂区员工能够维持家庭生计 在另外一方面 大台北地区宅配物流爆量塞车 也直接冲击花莲农产品 向外运输的时效 影响农产销售 不过光丰地区农会 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肉品也都是以北区为主 但是因为我们的运输 这次我们都是专车专送 所以这次的疫情 我们影响比较少 防疫期间大家宅在家 大大小小生活所需 多数仰赖网购外送宅配 物流宅配业者 一时无法消化暴增的数量而打塞车 光丰地区农会 Ion股股肉品加工厂 由于是以专属的专车 直送大台北地区 因此不但未受影响 反倒因为市场肉品需求量大增 使得加工厂 以及农会超市小手量 逆势成长一倍之多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